在我们生活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 之所以能够让人留下深刻的记忆 往往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因为不堪回首 另外一种就是因为解不开的情缘 对于绝大多数80后的人来说 李雷 韩眉眉这样的名字或许并不陌生 因为他们是两个初中英语教材当中的虚拟人物 但是现在印在他们身后的 却是一代人的青春和成长 最近有一首网友原唱的歌曲 李雷和韩眉眉红遍了网络 这歌声当中80后开始了集体的回忆 在这段网友制作的歌曲视频当中 当年初中英语课本上 涉及的人物都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 简短的歌词介绍了这些人物 在这几年成长过程当中 如何面对事业 爱情 家庭等 人生旅途上的得意与失败 而这些情节让那些即将步入 儿地之年的八年后们 感受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更让他们体会到了一种存放于内心的共鸣 有点遗憾 李雷和韩眉眉 谁也为人牵着谁的手 一样的事 我们都有了个 当初不曾流伤的意义 还好我怕还活着 就像我们当年的少美好 它永远都不会老 在心底不会飞走 十几年前对于八年后来说 每一个人都曾经是李磊和韩眉眉这样的人 在用语课堂上 用橘色朗诸的方式来学习英语 如今当那些熟悉的人物再次逾越眼前 并被赋予了发生在你我身上的各自境遇 类似的李磊和韩眉眉这样的集体回忆 不仅让八零后步入社会 组建自己的家庭的一代人 缅怀起自己的青春岁月 被社会当中的这些经历或者困难打磨的自己 可能说是更现实了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心态变老了 没有就是说以前的那种 在学校园里那种特别特别放松 什么都不去想那种感觉 而在短短几天之内 随着这首歌曲的走红 李磊和韩眉眉 周边产品也成为时下的热门 漫画 小说 甚至乡像都被印制在各种商品当中 也有不少网友 搜集到了不少儿时的图书 玩具和大量的生活用品 绝尽所能的让那些属于上世纪八十年的记忆复活